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来的丝巾弄丢了来的途中 排到这里 你们专业的服装师 服装指导的 没关系家会 每一个男主播都是用餐巾纸 我说 那个太软了 那现在男主播也要告你 我说这个餐巾纸太软了 我说等一下我去厕所把它弄硬了 用过了才比较硬 你没有发现那个鸭纹其实是很有LV风格 真的真的 有品味 有品味 随家炉成乐会打电话给你 家丑不外扬啊 这怎么是家丑不外扬啊 洗手间里的纸都这么有档次 是不是 这凤凰的高大厂 当然咱们还是说是孔令辉 孔令辉有点倒霉 对吧 也不能说他招谁忍谁 他确实是违反规定了 要不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事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也得到很多学习 因为很多法规我都不清楚 因为我一听说孔令辉出事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中国人在境外合法的地方 如果赌博也不行吗 后来我一查 党的纪律 国家的纪律 确实是赫赫在目 就是说国家工作人员 在境外的赌博都不行 轻者什么党内警告处分 重者开除党籍等等 所以说现在对他处理 也是在规定的 但是问题在于 这事有很多疑点 咱们先看看 乃京你对孔令辉这个形象熟吗 我真的不清楚 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 我才知道说 哦 原来他是大满贯的冠军 大满贯的冠军 那当年红级一时 现在是中国女队的这个教练 教练嘛 呃 现在是胖了 那个时候还挺帅的 对对对 就样子好像刚输了几把 哈哈哈哈 你看中国乒乓球协会 暂停孔令辉教练职务 然后你再看 这个跟孔令辉的 这个咱们再看下一个 跟他的这个回应也有关系 他这个回应讲的 也有点诡异 就亲朋好友进去娱乐 我在旁边观看 期间帮他们去取筹码 并留下相关私人信息 啊 然后呢 我已经赶快催签字 就出面 赶快赶快还钱 是吧 然后哎 哎 没了啊 哎 这个事情那个什么 呃 谁 乃京先说说 你查到一些什么有关资料 不 第一个 孔令辉这有点奇怪 哈 因为他说呢 他之前报告过 所以跟单位报告过 所以知道他要去新加坡玩 第二个他说 他是大家在玩了之后呢 他去帮忙借赌资 可是嘉辉既然是行家 就应该知道他的程序不是这样的 他一定是进去了之后呢 他先去因为他的身份 啊 或者是说他因为他以前有过相关的信贷的记录 他才能够借出这么一大笔钱来 然后呢 以他的这个钱的这个金额 他们是可以做到贵宾厅去的 不是这样的编达 那你可能中间你还要再加借 你要再加借 再借筹码的话 他们会再开 所以说 我想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吧 否则的话 他怎么会第一次就就可以借出这么大笔钱来 供亲朋好友玩筹码呢 这个有点怪 基础上是可能的 因为中间有些具体 乃京说的对 有时候是假如真的用我名义 我一定前面有记录 我借过了 然后他才借给我 你一般是不是找太太去带你拿筹码 不是我还没 我这样赌金啊 还在门口 他们已经冲出来 辉哥今天来筹码给你 他先给你啊 他们很聪明的 不怕的 他们站在你后面 对 站在你后面 你赢了 他马上 辉哥 行 你就会打赏他吃红了 你输了 就讨债 立学 所以他们不怕你没钱赌 就怕你不借钱来赌 就把钱借给你来赌 然后呢 我说技术上还是有一个可能性的 比方说我现在 你是我亲戚 你赌钱 你坐在那边输了 然后说 诶 教会去替我拿钱 然后可以用你的名义 还是可以的 因为旁边有人 甚至 诶 你先给我支票啊 甚至我不晓得 那数额是多少啊 256万 256万 不可能一个麻包带的 现在 那那技术上 他要真的要讲的话 还是有这个可能 可是重点在于说 组织要查 政府要查 太简单了 全部有路上了 无所不不清楚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为什么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法院 这个这个赌场啊 他通过新加坡法院 到香港法院来告 这个呢 我刚才还查了一下 哎 人家说的都是那个很神秘 就是说当然 他这个案情当中 还有一些细节 我们也不了解 但是呢 有人给出一种猜测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大陆内地啊 这个赌博是非法的 所以追逃赌债 也是非法的嘛 那就是大陆的这个法律 不承认你 就根本你就 你达成的赌场 赌博达成的合同 大陆法律不承认的 所以呢 过去有过这样的先例 就是澳门赌场啊 还有这个什么 新加坡的这个赌场 都有可能向香港法院 他为什么向香港法院呢 因为呢 最有利的当然是母国法律 然后呢 其次就是 我即便找一个法院告啊 我那个法院所在地的 那个法律跟我相近 比如说香港司法 是不是认这个东西 那所以 而且这个有可能呢 如果当时在赌场 签下什么协议 一般咱们签协议都得签嘛 就是说如果发生纠纷 到底大家约定 哪个法院有管辖权 可以到哪个法院起诉 所以有个法律界人士 我看他这么猜 对对 还有一个技术问题 他借给你的钱 是从他香港的公司来借给你的嘛 所以等于是说 不管就算我在非洲 把280万给你 可是你签那个东西 合约的时候 是跟我的香港公司 马加辉企业 然后来借的 所以我就可以去 从香港那边来告你 他跟你公司的 注册地的地点有关系 所以细节不太清楚 那这样不就更悬了吗 那就表示说 孔令辉他可能在香港 有公司或者是 不是不是 哇人民的名义出来了 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他把钱借给你的人 然后我的公司是在香港 在香港 所以好像我是在澳门 把钱把筹码给你 可是呢 那个筹码的来源 是我香港的公司 所以你不是欠我澳门的赌藏 你是欠我香港的公司 像很多的美国 Vegas 纳斯维加斯 什么 有些赌藏 也经常来香港告 香港的商人欠债不还 一样 我看那个新加坡 他们自己的一个报告 他们就说在2013年的时候 包括这个盛陶沙 跟这个金沙 这两个这个赌场 他有关于他的就是 讨债 就是他的呆账的这个部分呢 中国的赌客占比颇高 不是颇高 而是极高 就是因为他追不回来 有些的 有一个有些赌客 他们都已经告到澳门了 就是宋达 那个什么判决 或什么的宋达了 到钱都还是要不回来 所以就有一个说知名的 这个中国的女赌客 就欠了一千多万港币 到现在就是变成呆账 而且这个案子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如果按照 他们描述的这个过程的话 孔先他并不是完全没有还 他过去有还 他突然停了 就没有还了 所以他有余款 所以他们现在在余款上面 在追讨 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一传出来之后 我觉得他最有意思的 就是他背后的阴谋论 什么阴谋论 包括第一个 为什么在市警赛的档口上面 出这个事 对对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呢 就是像刚才文豪讲到的是 为什么会跟香港的法院 最高法院提出这个诉讼 到底是他有 在香港有资产呢 还是有什么什么事情呢 第三个就是说 到底这个过程里面 是不是跟这个孔丁辉过去 在这个执掌这个中国这个乒乓球 女乒乓球的教练 惹起来的一些风波有关系 所以呢 才会采取这么决断的手法 就是回来 就立刻回来 从前线上面就把它给叫回来 对 咱们这个中国乒乓这个女队 上次好像是什么亚锦赛 还输了 对吧 要当心有人的这个阴谋 是吧 就是我们临阵的幻境 搞我们一道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身形广告之后见 咱们去下广告之后 咱们去下广告之后 我跟你讲 家辉 你的那个赌债 你欠过赌债吗 辛苦 那最后怎么解脑 换换换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 当年我们这个行单 我刚来香港的时候 有一个香港金牌司仪 你记得吗 自杀了 哦 那个那个 对 就是欠的这个 据说 就是欠的赌债 能到这 但是啊 我现在发现呢 这个赌场里边江湖 这个水深得很 这个说 今天有个人讲 说孔令辉自己说的 他帮人拿筹码 不是没有可能的 嗯 就是这个东西 你当然得进一步调查 但是他们讲了一个事情 就是去年路透社 有一个报道 两个保姆 叫家政服务员 给在澳门 那个这个 维尼斯人酒店给扣住了 说他们欠赌债 叫640万美元 哇 这是怎么回事 说现在帮母欠赌债 他才发现了一个啊 这个赌托 就是你比如说 有你在 你在赌场 你要人家贷款也好 或者借这个赌债也好 有的时候 你你这个所在国的 这个这个赌客呀 不方便 比如说中国人 你不方便 然后呢 这就会出现一种中介机构 这种中介机构啊 在澳门更多 那个那个新加坡也有几家 就这种中介机构呢 他就出个人 就帮你来带这个款 办这个手续 所以最后那个逃了嘛 逃了这几个保姆 这几个保姆 就是当托的 就以他们的名义 签的这个协议 带的这个赌债 他们那个在澳门赌场啊 但是孔令辉 你能想象他成赌托了吗 你说一下澳门赌场啊 那生态很好玩的 你去观察 像有些中介人 借钱给你去赌 有不同类型的 有大妈型 我以前年轻的年代 跟我妈妈去赌场 这是大妈型 一数了钱呢 就去找三姑 三姑 你五婆的三姑 你看那家 普京上面赌场 有个女人走来走去 拿着一个皮包 三姑 你跟他要钱 要筹码 他不给你现金 打开借多少钱 三千块 五千块筹码 然后跟他要传票 有时候输光了 真的我们最穷的时候输到 买一包烟没有钱 我那个没有钱 然后跟他要传票 要回香港 他这种大妈型也有 然后后来 当然有些黑社会型的 在那边 盗着一根烟 怎么样 要多少 这样这样 后来时代进步了 现在你去澳门 那些游说借钱的人 我称为什么社工 好像当辅导工作的 辅导员 他会主动找你 比方说我看过 我亲眼看过 我已经戒赌了 后来我反正去完澳门 跟我太太 要回香港 在码头等的时候 看到有些人 一脸衰上 好像刚才孔定辉 那个样子 这是输光的 然后他等着船 就有人过去 就劝他了 怎么样回香港吗 输光吗 没关系 人生总有高有低 熬过了低潮 就是高峰的在前面 所以我觉得你先不用回去 需要帮忙吗 然后就拿个钱给他 完全讲了五分钟 十分钟 完全心理辅导到 他觉得 我拿了你这五千块 一万块 我回去 一定能够把我这辈子 输了钱都赢回来 然后就走 我跟你说 我平生投一回去 这个澳门赌场 就是给这种人唱衰的 你知道这个脸色 我还记得 他叫打一窿 叫大耳窿 我那时候 刚到香港工作 我还终于第一天 我终于可以投奔澳门了 我已经买好了 你知道24小时 就是来回的这个船票 那么你知道 我去了之后 凌晨回来的 最后就是 只剩下一张船票回来的 然后到了香港 到了中环码头 还打电话给一个同事 打第一来接我 这是一分钱没有 为什么 我跟你说 就是我在那个赌 本来运气不错的 就来一个这种大一龙 他就脸 你看他常年在赌场待着的这种人 脸是绿的 我就衰 就是老在我身边 他看中我了 老在我身边 找他 什么时候翻本呢 什么时候翻本 就跟周星驰的这样一样 他说要不要翻本 我一输了 他什么时候翻本 我还有钱的 老跟在我背后 跟苍蝇似的 最后衰的我 真是到凌晨 就剩下一张回去 还是时间买好的 哇 这种人太厉害了 就是这个赌场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 让你就是一再的回来 一再的回来 他们说在 比如说这个拉斯维加斯 他也是 他会营造那整个的气氛 让你是希望 沉溺在那个的环境里面 你就是觉得说 因为人会有的时候 会有这种刹那 你如果说突然 你看到了外面的这个阳光 突然看到了一个 很明亮的一个的时候 你会突然从那个 沉溺的境界里面 醒过来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不让你在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一直不停的 让你在赌场里面 看表演 做这些东西 换个心情或什么 总之不能让你回到房 你不能让你走出去 你走出去一看一亮 你可能就醒过来了 我真的觉得 在赌场里的时间 过得没有时间 过得特别快 你知道就最快的 就是你觉不觉得 一看一通修就过去了 我觉得不知道 赌桌上面是 每一个赌场都聘请了 一群叫赌博心理学家 基本上叫行为心理学家 他在几个方向来控制 你这种感觉 第一个是说 让你找不到出口的 出路 每一次我们在赌场约 比方说 好啊 我问到大家各自赌一下 然后六点半 在哪边门口集合吃饭 到时候一定有人迟到 为什么 迷路 就算你准时好了 时间够了 请来 你找不到了 东南西北 第二个呢 你刚说时间是什么 没有中 赌场没有中了 还有第三个 空气 三个澳门的赌场 比较糟糕了 不专业 在Vegas 都一定有碰箱水 在空气里面 它吸引你的 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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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睡觉 但是我坐在旁边 贪便宜嘛 就给我来一杯红酒 但是呢 他半个小时 也不给我送来 最后等我输的 给我买十瓶红酒了 他给我送来 真叫倒霉的 太厉害 我现在我得问你们 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咱得还回到 这个正轨上 就是乃京 你像我们这个大陆的 这叫党员 国家工作人员 台湾和香港的公务员 让不让到境外合法的地方赌博 让吧 我觉得没有这种规定吧 因为你怎么知道呢 就是说 当然在这个陈水扁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的办公室的副秘部长 陈泽南 到这个冀州岛去赌博 然后呢 就被拍了 然后爆料出来 那这怎么样 那没怎么样 但是他的 虽然说他本身赌博的行为不违法 那当时被怀疑的 就是说他有没有牵涉到洗钱 或说你总是 会引起一些非议嘛 就不会是像说孔令辉 这样子是 哇 党跟这个国家的纪律 这是不容许的 那看不同地方 因为 香港呢 你要这样子看 成文跟不成文 还有不同的部门 比方说香港的纪律部队 比方说警察 你叫要报告 要申报 报告 回来报告 特别越位阶越高 他们有不同的守则 我报告 我参与了什么样的赌博 什么什么 甚至香港的纪律部队 警察 你欠人家钱 反正说我是警察 特别越高级了 我欠 斗文涛先生 两万块 虽然你从来不借给我 我要求了几百遍 然后 我要报告的 我欠债 他不准许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将会影响你滥用权力的问题 所以这个叫行政守则 不一定是法律 不一定是守规 是你那个部门的行政守则 像香港 你假如很高级的公务员 某个级别上面 你做任何会破坏政府形象的事情 你就要报告 或说有可能被几率处分的 他说你赌钱就是破坏形象 你赢钱还好 你输了 居然代表我们政府 那个那么笨 还输钱 所以将会就是因为这个从小就不想当公务员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家伙比如说香港我不知道有没有体育局 假如说香港有个体育局的副局长 他被发现是到赌场去了 这个事情会影响他的吗 他第一个形象有影响 那假如形象有影响的话 他当那么高的公务员呢 就会被批评 然后会有压力 可是这个应该不是法律 是内部的专业守则 然后据我知道假如没记错的话 像澳门 澳门就应该是很严格的规定 公务员什么就不可以进赌场 那就是违规的 还有澳门 我记得我以前有个长辈 就是在澳门经营报社的 做生意的 我每次我们全家大小区澳门晚 他会陪我们进去 他站旁边不赌的 就算要赌也就我替他下注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很简单 在会我们做生意的 你一被人家看到你赌了 马上第二天 银行电话就来了 跟你讨债 他不信任你 你今天能赌一万块 明天会赌十万块 怎么闻到我卫生纸 有点臭味 果然是用过的 我们去有间都撒香水的 好臭 没有理由 我这个是从旅策拿的 那个蛮香的 有点血的味道 所以他说是信任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有分成文不成文 反正赌钱不好 赌钱是瘾 跟赌瘾一样 不我蛮佩服的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赌就是像嘉辉讲 就跟赌一样 你竟然能够戒赌 所以这个是不容易 台湾太多这种例子了 影剧圈 这些赌 然后身败名裂 然后那个 之前的时候 台湾那个壮球 漂亮的宝贝 他也是 他也是迁赌 他是迁赌 逃债 逃债逃了五个月 然后才回到台湾来 对一陷密在那里 就是很难以自拔 然后孔令辉这个事情 我是比较富人之人 我一看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 大满贯的一个教练 这样子被召回来了 然后后面又牵扯到这么多事 钱也我也觉得很可惜 欠这么多钱 然后生败名裂 我也觉得好可怜 可是还有一件事 他的前女友 在这个微博上 发了一个非常有 非常有玄机的一段话 他说 有人喜欢的是好看的外表 有人是要欣赏 就是那种珍贵的灵魂 原具我不记得了 我都有 那我想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在说孔令辉 什么事 前女友 真是够狠 我跟你 我对他呢 说实在也有一点点同情 就是说 你知道 我对他这一类人 在大陆啊 你们有他有一个现象 其实他是个运动明星 他是个体育明星 你要体育明星 这个英国 那些机足球的 嫖娼的球星 乔丹就是个大 大大大毒鬼啊 就是这个体育明星啊 说实在的 这种黄毒毒的事情 在世界上是常见的 可是在中国 你要有一种明星 我觉得现在挺惨的 因为现在在中国吧 明星要是 要做守的道德 都都守不住了 都就本身就不是什么雷锋 对吧 然后呢 二一个呢 往往这还有党 是党员身份 你知道中国因为体育 这种举国体制 他这个体育明星 他同时是国家干部 同时是党员 甚至有的是军队的 军员 你还有个军纪 党员党纪 哎呦 我觉得这东西 怎么玩啊 他怎么玩啊 没问题啊 就付出与收获嘛 哎 党有支持你啊 不是吗 你从党那边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啊 对啊 那那那你当然要 等于参加团体嘛 有些人参加不同的团体 他有手子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虽然借赌了 可是我没借 一直想着 没借看别人 偶尔缺买是看 看那些来自中国各地的比如桌的上面的蓝面好看 大家一输了用不同的方言来互骂 格老子 不够语的 然后那个很好玩啊 然后你就在旁边想不想翻本呢 想不想翻本呢 凉细品 刚比养子